反正我看完之后我想减肥 反正 因为是吧 整个来讲它还是一种荒诞 实际上这种荒诞的往往是荒诞 本身如果进行艺术化的话 荒诞就孕育着哲理 他们两个人演出的时候 一开始你们感觉到它还是像 怎么带了个猪鼻子这种猪 慢慢你会忘掉了 忘掉它们是猪 觉得它们也是跟一切生物一样 都是非常有灵性的 跟我们人是一样 所以尽量地就把它理解成人 人之间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爱 欣赏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跳进跳出的 一会儿觉得它是人 一会儿又知道 是生活当中真实的那个猪 所以我感觉到荒诞跟哲理 这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 应该说这个结果还是不错的 谢谢三位同志老师 同志老师都给提了很高的评价 我真后悔演那个屠夫 我不如演他们生下来的 演续集的时候 我演你们的孩子 演小猪子 好了 到了最终要揭晓答案的时刻 三位平10老师 对这个作品是通过还是带定 我许 进去进去进去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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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通过 赵老师 恭喜王晓菱孙立东 恭喜二位 我怕有面节目演的不错 一会一会到咱俩那个那个 这个节目 咱俩把互相人给改一改 我怕里面对观众的球是更不容易 必须除去的先炸 要得冷得烦 到咱俩 走 有信息吗 有信息 来 走 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两兄弟 张晓菲和张晓伟 上一期呢他们带来了一个 特别棒的作品叫做《疯狂小偷》